欢迎来到学用数学,数学有用 今天要看Signify第十一节 The number of occurrences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问题 它这边会输入一串字 接下来我们要回传什么呢? 回传每个字前面是否出现多少次 要回传每个字前面出现的次数 像这个12123 这边要回传什么? 0 0 1 1 0 这是它的结果 0 0 1 1 0 像如果这个是这座AAA 那一开始是0 接着就会变成什么? 0 1 3 4 5 6 7 8 所以我们就是要来记录它前面出现的次数 这一节的重点是Additionary 所以我们用Ditionary的方式来处理这道题 首先我们先将这个字先读进来 S等于I input 然后点speed 接下来我们要对S的里面东西 来跑过一次 所以Forward in S 那我们要有个东西来记录一下这个结果 这结果我们先来建成一个Ditionary 这边是一个空的Ditionary 直接用大括号就可以了 那我们接着呢把每个W都是拿出来 就是说这里Ditionary Ditionary的做法是RES 这个W 接着呢如果它先前有了 我们就把它加1 如果没有就把它设成0 那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Ditionary的做法 就是先点GetWord 先判断它里面有没有 先得到里面的数值 那如果呢它是空的 我们就拿NR是0 那接下来如果有了就把它加1 这个呢就可以统计我现在Ditionary的里面 到此为止出现了几次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把它执行一次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先把这东西印出来 对 这样子跑过之后呢 一有两次二有一次 其他都一次 那如果这里把它改成这个2 再执行 这样子也是一两次 二两次 一一次 但这题呢 它要的不是这个结果 而是每次在赌的时候呢 就把它前面的次数再印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 边赌边印 这边呢可以再把这个结果呢 再把它印出来 但这样子呢 有一个小 但这样子呢 跟要求的有一些不一样哦 这边会印出1121 但我们要印出00110 所以呢这个东西再减1 那而且呢 我们现在让它 不用这个换行 所以end的部分 加一个空白 再来执行 这样子就得到这个结果 好 所以这节主要呢 就是用这个result.get 如果没出现就设成0 有出现就加1 好 那我们再检查全部 对 这时候呢 就全部通过了 好 那这些码呢 也跟我们一致 它稍微更紧接一点点 就是把这个呢 直接塞在里面 让它这边再扫一行 这样子呢 也是一样 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 那这些码呢 就是这个码呢 但是这个码呢 然后再扫一样 就是这个码呢 就是这个码呢